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很有趣的问题 他说我妈妈拿了绿卡在我们家住了很久了 现在孩子也大了 他觉得也不需要带孩子 然后觉得待在美国也没什么劲 想回中国去放弃绿卡 真的每半年要回来一次 这样的话听说有一个税要报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税 是不是要交很多税 这个确实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经常说的 报税不等于交税 报税就是你一个必须要做的申报过程 申报下来 发现计算下来 你是欠税的 你要交 你是多了 你还可以退税 那么同样 如果你在放弃美国公民 放弃绿卡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有些不同的条件了 那么您这种情况 你妈妈需要交一个税 要申报一个税 我们叫一个Zik tax 也就是你离开了 你要交这个税 这税怎么呢 不是说每个人肯定要进行计算 他在报表上 他会有一个很简单的 先问你一些问题 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他肯定没税 那么就很简单 就结束了 请了事 那么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呢 那么要进一步计算 他主要的原因呢 不是说额外要收你笔税 而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说你在美国的时候 然后你的资产有了增值 这增值呢 你以前没有交过税 举个例子讲 如果我有房产在美国卖进了 一直没有卖掉 那么在这段时间 你是没有税 只有卖掉才要交税 那么现在你要离开了 现在我要送你税得很麻烦的算了 还想让你这一点 先交了再说 比如说我50万买进的房子 现在是90万了 那你先把这40万给我交掉 后面就算了 但是呢 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这不是个坏事啊 你离开了美国了 将来这卖掉的话 每一个增值你都要交税 但是如果这个房子 你在美国是自己住的 大家以前我们谈到过 每个人有25万的免税权 可以享受 那么如果夫妻两个就50万 那么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90万和50万的差距是40万 那40万呢 整天落在这个范围之内 就肯定没有税了 将来你离开美国 这场财经里面一下 不管你说出也好 放在桌子里什么都不做 将来在卖掉的时候 他计算是往上走了 那么从90万开始上期 那你交的税就少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非常 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好事情 可能还有一些人呢 买了一些股票啊 这些情况都有这样 你也在手里还没卖掉了 那么他要做一个这个处理 那么这个呢 是他的逻辑 他需要做的原因 再有呢 就是他的规定 规定的话一般有几条 就是说你的资产如果超过200万的话 肯定要申报 还有呢 你最近五年的收入 超过一定值的话 那么你也是需要申报的 所以这个呢 都是我们说他一个硬性的规定 那么大家可以申报的时候 把这些你的情况申报给他 大部分人可能 大部分人可能是不需要交税的 所以不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 保税也不是难 那个报表也不是非常麻烦 所以呢 那说不定你自己看看 就可以把它骗了 就可以了 好吧 好 我们这个问题呢 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比赛 这个时候再见 我们下个比赛